反产一姐说,反产一姐的大咖干货,不容错过,听倩姐给你说新加坡国际学校的大汇总。 今天聊的是,留学新加坡,你就一定需要先了解这里的国际学校。 2019年的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,经过两天的奋斗,如今千万考上的家长们都忙着估算分数,填志愿表, 蜿蜒欲穿着成绩的出儒,为此紧张而焦虑。 新加坡作为全球唯一拥有陪读政策的国家,应与中国距离近,无时差,留学安全, 山与华人环境,教育水平高,多元化等优势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。 陪读的家长也可以方便地在当地生活。 另一方面,一部分家长提长就做好了准备,在孩子低龄的时候就留学新加坡, 接受国际化的数字教育。 新加坡作为亚洲第一的外派理想国家,拥有众多知名的国际学校, 在政府公立学校学额越来越紧,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,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选择新加坡的国际学校。 这期我们介绍了留学新加坡,你必须首先知道这里的国际学校。 接下来的几集,倩姐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新加坡一些知名的国际学校吧。 还想听更多吗?少我的微信二维码吧? 这里还有很多大咖,等着和你一起交流哦。 更多信息可以在屏幕下方的这些平台找到我们。 返场一姐说你不能错过的大咖时尚攻略,让我们下期再见。